網路媒體的側硬 他已經可以為首席 民選獨裁的政府 司法的手段來做政治迫害 受到民域的殘殺 這就是民進黨希望獲得的政治利益 很遺憾的 過去看到 從中二開始 鋪天蓋地的檢調 搭配民嘴 搭配所有網路的攻擊 就是要獲取民進黨的政治利益 沒有任何民主精神 沒有道德的底線 在選後還在政治追殺 針對雲林縣長張立善 針對台中市長盧秀燕 現在又把政治的手指到了 宜蘭縣長林志廟身上 我們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感到非常的遺憾 司法的調查 如果有證據 就辦就查 誤枉誤眾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情形是 無保請回的狀況之下 事後檢調 又針對這些案件 完全沒有說明 針對證據的狀況 完全沒有說明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 宜蘭縣長林志廟已經受到名譽的損傷 這就是民進黨希望獲得的政治利益 面對年底2022的九合一大選 民進黨已經步步進兵 已經殺紅了眼 幾乎是要割喉割道斷 各個擊破 利用減掉的做法 利用各種政治抹黑的做法 透過特意名罪 鋪天蓋地的全盤在攻擊 在這個時刻 我們絕對要站出來 團結在一起 面對民進黨鋪天蓋地的追殺 我們現在要請我們的立法委員李慧銘 來為大家說明這個案子 好 各位媒體公眾 大家 國安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在民主國家裡面 司法歸司法 司法不可以來當作一個對不同的政黨 一個迫害的一個手段 我們看到從不管是公投也好 或者是這個罷場的案件也好 我們看到民法政府在四大公投之後 在公投不能夠綁大選之後 也就是讓真正的直接的民意 沒有辦法展現之後 讓公投變成秒龍公投之後 今天他認為透過國家的機器 透過網路媒體的側翼 他已經可以為所欲 昨天的事件 除了讓我們感到遺憾之外 我們還感到憤怒 憤怒的是什麼 憤怒的是我們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個民主 難道要摧毀在這樣的一個民選獨裁的政府的手上嗎 我們看到過網 宜蘭縣長林之廟他的民調 我們看到他在宜蘭地區的建設 是因為林縣長真的有問題 所以才有昨天的大動作的一個搜索 約談甚至夜間詢問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因為林縣長他的民調高 今年的選舉接下來要來了 民調的候選人比不上林縣長 所以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手段 來口嗑林縣長嗎 還是因為林縣長他在過往的一個政績上面 他都裹作好評 在過往的表現上面來講 他跟民調政府的立場不一致 包括了高鐵的位置 還有包括了對於縣市合併 他跟中央講說 你不要放了我們宜蘭喔 就因為單純的他的政策 他的政績 他的受民間歡迎的程度 所以今天要對人家來做這樣的迫害嗎 我們前面提到了 司法歸司法 不要用司法的手段 來做政治迫害的動作 按照媒體的報導 雖然我們今天還不知道 事實的真相是怎麼樣 我們也尊重這些司法人員 他本朱專心專業的一個素養 然後來做這個調查 我們都已尊重 可是我們在今天還是要提出來的 既然已經知道林縣長和他家人 其實對於案件來講 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連一個基本的尊重 他是一縣之長 一縣的父母官 對於宜蘭縣的民眾 難道你沒有基本的尊重嗎 在你沒有證據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這樣子對於一個縣土的一個父母官 你可以直接動用這樣的手段來進行搜索嗎 我們就先不談這個吳保釋迴的情況 吳保請迴其實我想大家都瞭解 他的法律上面的含義 也就是檢察官覺得可能沒有證據來證明 所以呢他用請迴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要講說既然沒有直接的關係 你怎麼能夠在證據沒有齊全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就做這樣子除了縣土之外 對於住宅的部分 也做這樣的大肆搜索的工作 我們看到很多的執政黨自己本身的一個案件 今天的結果是怎麼樣 失焰案的行程是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得來不去 真的不要讓人民感受在綠色威權之下的這個恐怖 我再次呼籲我們司法人員 專業的人員本於誅心 能夠讓事實盡快的一個還原 對於一個縣一個地方的副官 這個對於他們政績的建設 我想它是非常重要 它已經是個人的問題了 希望能夠讓這個真相能夠進步的明清 不要用司法的手段來做任何的規格 以上